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主报欧洲版 我们来看正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 在东北部的时候 乌克兰在东北部 乌克兰现在节节败退 那为什么打东北部 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里头 陆续的告诉各位 俄罗斯的目的 就是要确保它已经占领的乌冬土地 不会再有战火 它已经战国已经完成了 然后它把战场往旁边移一下 靠近俄罗斯的边界 然后比较靠近乌克兰 没有到中部的地方 但是比较离开乌冬地区 就算东北部这里 然后重点就在第二大城哈尔克夫 哈尔克夫旁边还有非常多的村庄 那么称之为叫做战争的缓冲区 也就是使得乌克兰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地方 不会发生战争 在这个时刻 泽兰斯基乌克兰的总统 频频接受访问 他相当的沮丧 他认为美国以及北约盟国 对他们的支持是不够的 而且给他们的限制太大 使他们根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 美国拜登政府现在内部在激烈的辩论 可不可以允许乌克兰 使用美国或是北约提供他们的武器 直接攻击俄罗斯本土 对泽兰斯基来讲 你把战场只限制在乌克兰 我不能够打俄罗斯 那我这场战争 我赢的策略赢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 他同时要求你们北约真的不想卷入的话 我现在也了解你们北约不会接受我乌克兰了 从头到尾我要加入北约组织 你们最后不同意 也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 你也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 也就是他用了很多不同的往后退的策略 希望西方盟国 尤其是美国能够帮助他 最重要就是要突破 他可不可以打俄罗斯本土 这件事情从一刚开始乌克兰战争 在2020年2月24号 俄罗斯入侵以来 拜登就定下了最重要的一条界限 这条界限就是战场只可以在乌克兰 不可以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美国为什么要对乌克兰做这么大的限制 美国不是乌克兰的盟友吗 美国不是希望削弱俄罗斯吗 很大的原因 后来在外交政策期刊上头 公布了背后的协商 当时的协商也是由美国中情局局长 Burns所做出的协商 就是美国用把战场限制在乌克兰 交换俄罗斯承诺绝对不会动用核子武器 不会动用核威胁 所以这场战争乌克兰没有面临核威胁 俄罗斯没有动用它最精锐的 比如说战术核武 到目前为止没有动用 理由就是因为美国要求乌克兰遵守这个事情 这是美国对俄罗斯的一项承诺 但这个承诺使得核子战争没有发生 使得美国跟俄罗斯不用发生核子大战 北约国家也不用面临人类第一场核子战争 但是却使得乌克兰绑手绑脚 节节败退 军事分析家表示 对乌克兰来说 目前俄乌战况是自2022年俄国入侵以来最严峻的 2024开年以来 俄军的最大攻势 集中在乌克兰东北方靠近哈尔科夫一带 俄军两周前在此开启了新战线 并攫取了乌克兰在2022年秋天夺回的部分聚落 军事分析家表示 目前或许是俄军新一波更大规模攻势的第一波 乌军正面对一个极为伟大的局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急迫到在受访时表示 他怀疑西方盟国根本不希望乌克兰战胜 我们正在犯了一个犯罪的状态 在西方恐怕乌克兰会失去战争 而它不想乌克兰会失去战争 因为乌克兰的最终的战争会引起乌克兰的战争 更质疑当俄军在前线发动林立攻势时 何以西方世界推迟提供乌克兰军火 他博士万一俄国战败恐引爆核战的隐忧 呼吁美国和欧洲做出更多努力 协助乌克兰抵御俄国 并提议北约派出战机 从北约国家领土出动 在不跨入乌克兰领空的情况下 击落俄国飞越乌克兰领空的飞弹 他认为只要北约战机不跨越乌克兰领空 就没有与俄军直接战斗的风险 但分析家指出 若北约直接参战将引发俄罗斯报复 因此西方国家一直抗拒这个做法 泽伦斯基恳切请求的另一个重点 是提供乌克兰更多武器 以及更多F-16战机与爱国者防空系统 美国沿荡多时候 4月间国会终于通过法案 决定提供乌克兰610亿美元军援 但还需要一些时间 武器才会运抵乌克兰 泽伦斯基同时呼吁美国允许乌克兰 以美国的飞弹和其他军火 打击俄国境内的标的 他告诉纽石 这对于乌克兰能否打胜仗 至关重大 部分分析家认同他的看法 美国总统拜登原本始终不愿点头 国务卿布林肯在最近走访基辅 返回华府后 开始敦促拜登解禁 据了解 华府内部已开始对此展开讨论 泽伦斯基说 唯有利用西方盟国提供的武器 摧毁俄国境内的后勤补给枢纽 甚至击落俄国战机 乌克兰才能有效抵御 目前俄军在乌克兰第二大城 东北部的哈尔科夫的攻势 泽伦斯基告诉纽石 乌克兰可以看到俄军发动攻击前 在边境大量集结兵力 但却无力回击 军事分析家指出 目前乌军处于节节败退的窘境 近几周来俄军在整个前线地区 成功从乌军手中攻城掠地 有些是乌克兰2023年在遇血奋战后 好不容易夺回的 例如俄军表示已拿下东南方 扎波罗热区小村庄罗伯纪念 乌军八月才重新收复这个小村庄 当时也是基辅令人失望的夏季反攻大作战中 少见的成功战果 这个小村战前仅有几百居民 对俄国其实并不具有战略重要性 但对乌克兰却可能形成心理上一大打击 毕竟是不到一年前好不容易赢回的 此外俄军也扩大对东部的控制 以攻入东边的克里西伊布卡聚落 这村庄是乌克兰在九月才收复的 也是当时意义最重大的成功攻势之一 俄军非但来袭时 仍未撤离家园的乌克兰人除了忍受 似乎也别无他法 分析家指出 俄军新一波攻势的目的 在于让乌克兰以着 精箭轴的兵力和武力更为薄弱 让俄国更能轻易攻破乌克兰防线 照此态使 未来几个月 俄军可能将继续扩大迎面 面对此种局面的乌军 恐怕难免是其大伤 不过部分西方盟友 正对乌克兰释出他们乐见的正面讯告 本月初英国外相卡麦隆表示 乌克兰可自由使用英国所提供 包括暴风阴影 长城飞弹等军火 他认为乌克兰有权 以西方提供的武器 在俄国领土拦截起飞弹 法国总统马克宏日前也表示 倘若俄军突破乌军前线 且乌克兰提出要求 不排除派遣西方的地面部队 指乌克兰与俄罗斯作战的可能性 两人的发言都引起莫斯科当局的愤怒 俄罗斯在起南方军事区举行第一阶段演习 演练的武器包括超营素飞弹 自开战以来就不断以核武恫吓的俄国 这会明显是在警告西方世界 不要进一步介入战争 所谓战术核武也被称为非战略核武 A tactical nuclear missile is not the kind of thing that was dropped on Hiroshima or Nagasaki it can be very very small as a US missile expert told me today tactical nukes are designed to take out brigades of infantry not entire cities so what they're doing is they're practicing getting nuclear warheads onto mobile launches and missiles and then secretly moving those missiles into position and I can tell you the West is watching because we want to see how long it takes them to get these missiles ready to fire 没人想见到核战爆发 俄国的演习无疑升高了局势的复杂性 但在乌克兰面临关键时刻之际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态度 却可能决定乌克兰能否得到所需的支援 进而能转立时